发展自然医学的机会与要在 怎么说呢 刚好啊 有一个背景 下一张 我自己控制 那这是去年 2012年3月的时候 Nature的一篇文章 下一张 下一张 那么这篇文章啊 叫做 Proper Real Brain Chain 里头啊 讲的是三件事情 不好意思 要紧 不用放 我用嘴巴讲好了 里头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尽管啊 在 我们整个脑科疾病啊 所 这个花用的 不管是家庭或者社会的成本 整个家起来 远高于癌症 对 这张第四张 不好意思 下一个 那么 那么远高于癌症啊 薰血管啊 糖尿病的总和 可是 2011年的时候 Normatis啊 把 在瑞士的Basel 在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机构啊 给关闭了 同时这些药厂 菲瑞啊 GSK啊 等等的 也都把脑疾病研究 相关的这些 呃 project啊 不是砍掉 就是把预算 消减了 那么第三个呢 是因为啊 在过去 直到15年 有数十个 跟中风相关的 临床研究 没有一个成功 药厂啊 总是需要啊 将本求力 所以啊 把预算 挪一了 这一轮的结果 我想未来 在脑科疾病会有 新的药物的问世啊 的机会 就降低了 那么我们这个 事情的主题啊 是在这样的一个 背景底下 也就是西方医学 现代的医学啊 在脑科疾病上头 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甚至在未来 今天问世的可能性 也降低了 所以我们的主题 叫做 自然医学发展的机会 挑战 如果我们在脑科疾病上头 可以做到疗愈的话 那么我相信在场 有很多先进 在脑科疾病上头 都可以啊 做到很大很大的疗效 我所知道像 谢鲁光 谢教授那个团队呢 也做了一些 还有很多我相信 都可以做 那么在这个session里头呢 我们只是来 发表一下 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部分 所做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团队呢 麻烦你就一直放了 我们的团队呢 在过去呢 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不管是从理论的五大要素 或者是 接下来十大原理 或者是 下一个 好 听一下 那么等等呢 只是希望在自然医学 这个领域里头啊 能够做一些理论的探讨 无非是想要 能够透过啊 我们只掌握到几个主要的要素 我们对于我们的现象可以观察 可以解释 可以预测 我们今年做了第二十年 我们希望 当我们在学各种不同疗法的时候 我们不会 后来 对 每个疗法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到最后会乱乱的 我们的脑的思维 没办法统一 我想这是我们进入自然医学里头 第一个团队 我们团队希望在这边 能够啊 做出一点贡献 因此我们也不止做了理论的探讨 我们分别在医学中心 做了四个临床研究 其中有两个随机双忙的临床研究 另外有两个是open label 刚好全部是在脑科 下一个 放一下 没有声音 第二句话 因为是天宝贵 对 你一定会我耶 你一定会我耶 我才贵 我 没了 没了 来 你会吗 来 没了 嗯 没了 起来 你会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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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这是一个中风施语啊 已经三年了 那么在八周后啊 它变成可以说话了 相对于现代医学 开始在微缩 在脑科疾病的研究 可是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临床研究 在2004 我们随着在2005 又在医学中 又绿皮的一个研究 还是一样 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说不管你中风多久 那么你都还会再进步 每一个进步会有点不同 那么更重要的是 两周内就一定要看到进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这个讯息告诉我们是 脑科研究 不要因为用西的方式 研究失败了 就放弃了 还有可能 这个意思 相对 那么这是 我们在脑袋里头 我们所谓的标靶共振 刚刚各位先进 谈了很多的共振 能量等等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到 我们希望在脑科里头 我们想要在哪一块 让它火化 透过共振 都还做得到 那 在研究上头 比如讲 我们有做过动额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做它的额叶 我们需要做它的 前口袋回应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小脑 因为有太多的发现 尤其用brain image 出来有的发现 在这三块 对于过动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会有一个标准的做法 可是 实际上的临床呢 某一个ATH 他跟你讲说 我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 我这边痛 你还没有办法 我们还没有办法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图上 我们就知道 在领叶跟领叶之前 那个蓝色那一块 我们就可以加上去使用 所以呢 团队在这进度 第二十年的时候 我们不只做了临床研究 也在临床运用上头 我们怎么可以符合啊 病人的需要 我们不断在这个部分 做一些贡献 下一张 那么下午 二零三 五十一 一零三 那么我们的讲题呢 大概很快 从一点半到三点 那么第一个呢 是讲到我们这四个 在医学中心的临床研究 它的Data 两个随机双忙 两个Open Level 全部是脑科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在讲到 我先讲第三个 也就是自然医学工作坊 体验标榜公正效应 如果各位 你现当场 也就是你今天有不舒服 你有兴趣看看 在自然医学里头 是不是存在一种机理机制 在当场 它不是止痛药 它是食品 它当场可以缓解症状 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 你一定不要错过 只有二十分钟的 一个自然医学工作坊 那最后呢 我要讲说中间那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讲 自然医学 整治睡眠的 整治睡眠困扰的 那个模式呢 请下一张 刚好 刚好 在10月18号 Science这篇文章里头 下一张 又提到了 请下一张 那么当我们在老鼠啊 跟脑部注入这一个 淀粉样蛋白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在睡眠的时候 脑细胞会缩小 那么省间的空间呢 会扩大六十 第二个 睡眠时 脑脊椎的量 增大为清醒时的十倍 因此 睡眠时的时候呢 清除淀粉样蛋白 速度比较清醒 比清醒的时候快 长期以来 我们在做脑科疾病的疗愈 我相信所有的先进 像崔教授 我相信你里头 一定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个案啊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做到脑科的疾病 可是他睡眠就好 我们并不需要 针对他的睡眠而做 那么他是自然而然呈现的 我们安排的第二个讲题 是有意思的 也就是我们在做 在帮助这些病人的时候 我们通常需要在三天内看到睡眠是进步的 睡觉不能超过七天 下一 那么也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啊 下一条 发现 在基因上头 饮食运动可以改变基因的表现 那么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奇观啊 PNS啊 上头的一个报告 那么有三十位啊 有低度色物线来接受三个月 全蔬食饮食 再加上运动 再加上情绪管理的时候 那么比较啊 那么治疗前后 癌细胞的切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基因怎么做了一个改变 第一个呢 抑制癌症相关基因的 有48种被打开了 同时 453种 促进癌相关基因被关闭了 请下一条 因此我要讲 今天 我们现代医学 它在自然学位 CAM 是替代 是辅助 医学 但未来 现代医学会在研究上 在临床上头 为自然医学所有 就是我这二十男 恒生的体验 谢谢大家 欢迎 二人三 对我们谢谢 蔡教授 这个分享报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